圖層的名稱 它不叫圖層1 因為Ctrl C Ctrl V 它會自動幫我建一個圖層 把這個吉祥物放上去 請各位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叫吉祥物 這邊把字打 怎麼改 點它兩下就可以 這邊改一個吉祥物 OK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就是這個去背的部分 盡量做到一模一樣 因為剛剛同學好像 發現它的 好像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胖一點點的話 怎麼辦呢 一樣卡住T 那就是不要鎖定長寬筆 讓它寬 寬多增加大概5%吧 反正5 等它就胖一點點 如果你要變瘦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把它百分比寬度拉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想要把你的照片 變得比較瘦一點的話 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呢 把它選起來 然後去背 再把它怎麼樣 把它寬度 縮小一點點 反正90 80 試試看 真的會變瘦 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也用過 真的有變瘦 因為有時候減肥 跟 PS比起來的話 這個比較快一點點 OK好 所以這地方 再把你把它打勾一下 它又比較接近一點點 它好像有比較胖一點點 有沒有 實際上有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 第二個我們要做的就是 第三個步驟 這個 宋春 這個宋春呢 它給我們的圖是怎麼樣 黑色的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出一個 宋春 它除了有黑色之外 它上面要有個白色的 有沒有白色的 所以怎麼做 第一個 請各位把這個圖層一 改成叫做什麼 宋春 -黑 所以這邊的話 改一個叫 宋春 宋是這個宋 宋春 一個減 應該叫 minus 把它減然後呢 叫黑 好 OK 然後再來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個圖層 什麼意思呢 複製一個一樣的圖層 叫做宋春白 一個黑一個白 然後 那白的在上面 黑的在下面 有沒有 不過呢 現在呢 白的並沒有變白 它還是黑的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改成黑 把它改成白 那怎麼改成白 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個簡單方法 你可以用魔術方工具 怎麼樣呢 快速選取 對不對 然後把它什麼 背景給選起來 再來怎麼樣 反轉一下 反轉 然後可是裡面有沒有選 沒有選到 Ctrl加號 裡面沒選到 怎麼辦 可以用那個 魔術方工具 再選裡面 那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增加的模式 再選裡面一下 把裡面再選 不過這樣不好選 或者你可以用套索工具 這邊有個套索工具有沒有 然後再把裡面的地方 再增加進來 好 這邊再選一下 再把它選一下 選進來 選進來 不過我好像是不是 那就是沒選到 就是再把它選進來 這邊我看一下 應該是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反轉 反轉還沒有 反轉到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 我這個方法可以做到沒有 可是可能要再確定一下 我把它取消選取一下 好 取消選取一下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教各位第二種方法 更快一點點 特別注意 請各位在 這裡 你在圖層的兩邊 它點選的結果都不一樣 點這邊跟點這邊不一樣 請你在 這邊的圖按右鍵 這邊的圖是 小 icon上面按右鍵 這邊也叫選取像素 這個會比剛剛的方法來得更快 好 那選取像素你把它選起來 它會把有黑色的地方整個選起來 這更快吧有沒有 當然你也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就是用那個魔術棒工具 或者快速選取工具選 然後再填滿一個白色 那這個方法是 在這個圖上按右鍵 會有選取像素 選完之後呢 你在怎麼樣 直接就是用填滿什麼呢 白色 所以這邊有個白色 按確定 好填完了對不對 再把那個選取叙叙的地方取消 把它取消掉 所以這邊也叫取消選取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上面就是白 下面就是黑 不過如果你下面看不到嘛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眼睛閉起來 它就黑色看到 好那如果你把這個眼睛再打開 它又把它擋住了 所以基本上它是什麼關係 上下的關係 一個圖層 但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如何剛好做出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這樣的效果它是什麼關聯性呢 必須把白色的部分 往左邊移動 大概差不多兩三個像素吧 然後呢 向上移動大概也是兩三個像素 就會有陰影的效果 所以呢 要怎麼樣讓它移動 其實非常簡單 移動工具 有沒有 把這個有沒有 稍微移動一下 不會移動 對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 可能你在移動的時候呢 沒有那麼靈巧 如果你要剛剛好的話 我建議你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鍵盤 因為鍵盤 你用滑鼠有的時候 你手沒有那麼精細 像我是還好 因為我吃那個油吃的比較少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阿茲海默症 手會抖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會抖 等一下你一一看 如果你可以像我這麼靈巧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沒有受害太多 如果你抖得太厲害的話 那表示你可能有問題 那怎麼辦呢 請各位注意 用第二種方法 用鍵盤 鍵盤如果向左 你會發現 這個圖層有沒有 它就向左 你向左敲三下 向上敲三下 再把它Ctrl-號 縮小一下 你會發現呢 這個再切到這邊來看 有沒有很接近了吧 如果不接近 請各位自己再去動態調整一下 所以可以兩種方法 一個是移動工具 鍵盤 一個是用鍵盤 就是向左就可以 最後請你把這兩個 一起放到這邊來 那怎麼一起放到這邊來 記住喔 這兩個一起選 按Shift鍵 按右鍵 先把它怎麼樣 連結在一起 那什麼意思 連結就是把兩個變成一個 OK 連結在一起 再利用按右鍵 再怎麼樣 複製圖層 那複製圖層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102 所以點這邊一下 點擊102 它就跑到102來 按確定 這個跟剛剛那個 國旗國徽很像 有沒有 按確定 看一下 宋春有沒有過來 欸 過來了 但是位置不對 怎麼辦 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到 適當的位置 大概哪裡呢 差不多這裡吧 我印象中差不多 那如果不對的話 切過來看一下 再切過來 好像還要再 右一點點 可以這樣 最好是這樣切 幾乎無縫 不是那個無縫 是沒有銜接 沒有 就是切過去 哇一模一樣 那恭喜你 你實在是做對了 好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裡試試看 請各位開啟這個 我剛剛重點 1 更改名稱複製一個 2 在這裡記得喔 記得喔 記得是 關鍵在這裡 記得選這裡按右鍵 記得不要選這邊按右鍵 這邊按右鍵不會有什麼 選取像素 記得要這邊按右鍵 才會選取像素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樣的話 很快的就可以把 送春 再 複製到指定的圖層裡面去 讚 你 緊張 好 躁 escape